你们两个要不是迪音 一直 忧郁症你去死吧 就是因为她讲的这句话 那我忧郁症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帮过我 如果跟我讲一句话 你去死吧 我一直配我的金包 好吗 你还好孙华还小 不然老嫂我被你扁死了 她说了一句话 你她的偶像破灭 一个少男的心 好像就这样被打碎了 我相信在男人的世界裡面 他的變化也很大 因為他突然間 他就有一個小孩 而且是他的 骨肉 對 你知道當然他也會有一些 不同的那種 轉變跟感動 所以後來他也 就是說他也主動跟我講說 他想要 再一次的 對 就是說我們試試看 這個家庭可不可以 所以後來我本來打算說 生完就回來 我就留下來 結論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你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住了一年 你們兩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 根本就是兩個太獨立 太自我 太不願意去遷就別人的人 但是這種狀況 戀愛的時候是OK的 彼此欣賞 對 覺得很有個性 對 可是兩個在一起就要 彼此稍微要妥協一下 我覺得婚姻 當中就是說 你如果不能夠做到 兩個人彼此有一些 讓步跟妥協 這個婚姻裡面 至少一定要有一方 可能就是委屈求全的 對 你才可以去成就另外一方 去保有他原來的自我的個性 那我們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願意讓步 也沒有人願意 成就另外一個 你知道 就是兩個非常強烈的 很獨立的個性 那這個在婚姻 在家庭裡面是絕對行不通的 對 對 沒錯 對不對 你們兩個要不是底音 一直 適合讓步 你覺得 對吧 對啊 你們兩個現在又在一起 有沒有 對不對 你最能夠體會啊 你們兩個最能夠體會這個過程啊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相信 你們在講下去就起動了 對 我相信因為你們兩個原來也是都是 各自很有自己的個性 像底音對不對 他自己的個性當然更強烈了 可是經歷過這段之後 他也有所思考 是 他一定有很大的讓步 互相忍讓 互相讓步 互相脫 那今天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 男人不會因為你讓步 他就變好了 好 好 他怎麼這樣這樣講 我知道這句話很真心 成熟的男人會喔 我不知道他成不成熟 他還沒 你看他還會Key檔你就知道 Amy 我們這樣聊好了 你現在了解婚姻的真諦 有一方要讓步 如果不讓步 這個婚姻是維持 行不通的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的前夫願意讓步 或是你願意讓步 你們有沒有可能再複合 我自己這邊是絕對不可能讓步 因為我的個性 我知道我已經 我的生活已經調整成 我自己非常舒適的一種 生活品質 我跟小孩子 我的工作 我的朋友 我其實非常非常滿意 我現在的狀況 那 你說如果他願意讓步 除非他還要 飛到這邊來住在這裡陪小孩 我才有可能接納他 但是這個在他來講 是不可能的選項 因為他是離開他的城市 就沒辦法活下去 不一定喔 男人喔 步入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會隨著這個思想而改變 他問題是他那個男人 不是台灣人 對 他是西方人 相關一樣 那個是那個時候 搞不好他現在在學台語啊 或是什麼時候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說 如果說你的前夫願意 以後的不管某一天 你還是現在的狀況 他願意回來說 Amy 我們變成夫妻 我們重修久吧 可是如果 你願不願意 等一下 如果他等太久 他已經老扣扣了 那個男的回來 我想還是不要了吧 我會就是說 我從頭到尾都有一個 蠻堅定的想法 就是說 他有一天呢 老了 因為他年紀比你比較大 是 他老了 或是他出車禍了 或是他中風了 什麼之類的 他回來 我會照顧他 但是我會照顧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孩子的爸爸 但是 夫妻是不可能了 就算他願意來這邊生活 是 他也是孩子的爸爸 也就是說 我們兩個就是 在座夫妻是不可能的 因為 他是願意看在孩子的份上 照顧他 對 你怎麼跟小孩說 你們離婚的這件事情 因為那一次我問他 還愛不愛我 那時候 當下 我是在美國 我兩個孩子是在我身邊的 是 那個時候 我那個老大已經 18歲了 他已經18歲了 然後 小的 13歲 所以基本上 他們已經大了 已經懂事了 而且他們 從小就是跟媽媽在一起 爸爸是很少在家的 他也看得出來 媽媽是怎麼帶他們的 那小朋友有看到你崩潰嗎 有沒有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當他那天 就是說 他說 我問他說 你還愛不愛 他說就那麼一點點 然後我講 如果你不愛我 我們就分了 他說好 當發生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談談談談 要離婚 後來我大兒子回來 那時候本來一個人在家 我大兒子回來 我把他叫到房間 我說媽媽跟你爸爸要離婚 哎呦 他一聽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緊握他的拳頭 他非常高大一個兒子 他很憤怒 他很憤怒 奪門額頭 沒有 不是我愛的 我怎麼 沒有 他想要去扁他爸爸 他就在房間 我覺得他要去扁他爸爸 因為他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覺得他爸爸欺負你 小胖因為跟媽媽生活 小胖站在媽媽這邊的 他知道是爸爸的部罪 他就把那個拳頭這樣抓住 然後我看到他那個腮幫子的 那個筋就這樣咬住 我就感覺到他那時候非常憤怒 而且在我那個床前這樣走來走去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說我要打電話給他 我要打電話 我說你不要打 你先聽我講 後來他就隨手拿了 拿了一個東西就 砰就往那邊 美國的衣櫥很薄 你只不像我們台灣那種 就破了一個洞就這樣穿過去 我不知道他摔了什麼東西 後來我就叫他冷靜冷靜 後來他就衝出房間 他就說 我早就知道他有女人了 我傻了 我就傻住 我就追出去 我追出去之後 我就抱著他 因為他已經歇斯第一了 我兒子歇斯第一了 反而是他歇斯第一了 我抱著他我就開始哭 他順手又拿了一個東西 啪 尿尿力量 整個鍋魚這樣出來 原來是他爸爸獨照的一張照片 他把他整個摔在地上 玻璃全部都散開 我這樣抱住他 你當時反而要一直的 穩定他安慰他 我自己是被嚇到 可是我還要安撫他 然後我開始一直哭 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的兒子抱著我 他已經很高了 然後他抱著我 一直拍我的肩膀 媽媽 你還好孫華還小 不然老嫂被憋死了 他說了一句話 真的 對不對 他說 他抱著我 怎麼會想哭 跟他離婚 媽 你跟他離婚 一直就叫我不要他了 你跟他離婚吧 那時候我真的是感覺到 我的兒子長大了 我在最崩潰的時候 我兒子這樣抱著我 然後呢 他又住校 我又送他回學校 隔了兩天 他打電話給我 媽媽 我的襪子沒有了 你可不可以來接我 那時候他還不會開車 你可不可以來接我 帶我去買襪子 我就開車到學校 去把他接出來 接出來以後 他跟我到了一個漢堡店 他跟我這樣對坐 其實我知道他不是要買襪子 他只是想 他知道媽媽很難過 他要跟我有談話 他一定想到說 當他去到學校的時候 媽媽一個人在美國 我一定很傷心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媽媽 我一直以來呢 都希望成為 像爸爸那樣子的一個好男人 可是 我的偶像破滅了 你知道我聽到他這個話的時候 好心痛 因為 孩子 除了勞工背叛我之外 同樣的他也背叛了他的兒子 他夢碎了 他的夢碎了 因為我一直 一直都是跟他講說 爸爸很辛苦喔 你們要好好的要省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爸爸很好喔 他不在家是因為他去賺錢 可是他發現他爸爸是這樣之後 你想想看 一個小孩子小小的心靈 他的偶像破滅 一個少男的心 好像就這樣被打碎了 那個死到我 到現在 不能原諒你 而且我那個大兒子現在變得 很孤僻 所以那個時候他可能是覺得說 你 他跟你一起被爸爸拋棄 對 對 對不對 因為那個對他來講就是說 爸爸要的不是 就是說 不是只是過自己的生活 不是說不要媽媽而已 他是不要我 不要我們這整個家庭 對 那個 然後小小朋友又覺得他 你知道那種半大不小的小孩子 又想保護媽媽 可是他其實自己心裡面又很受傷 真的很受傷 然後又非常受傷的 然後你知道嗎 到了晚上我小兒子回來了 這是白天發生下午的事情 他晚上小兒子回來了 然後他也知道這個事情 他進我房間說媽媽怎麼了 因為我躺在床上我已經發呆 憂鬱症犯在那邊發呆 他就進來問我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他的反應是拳頭一握 然後他衝出我的房門 然後往牆壁上一打 你知道美國的牆壁是板子的嗎 對 後來我去發現 他打完以後他坐在電腦前面 掉眼淚 然後我在看那個牆壁 就是一個拳頭的印子 我後來事後我去試著去打那個牆壁 我就這樣打一下我都覺得很痛 所以他那一拳打在牆壁上是很痛的 他們兩個都反應 然後事後 我還得去跟他們講說 把媽媽就算離婚 你們也不要恨爸爸 你們不要去影響 我還要去安慰他們這個東西 所以那段日子其實是很難熬的 之前我一直都有一個 蠻極端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我們這個人生為什麼要結婚 為什麼要生小孩 為什麼要有下一代 如果就都不要有這些 你不會有這種牽扯 談戀愛就好了就很簡單 就不會造成有下一代的那一種 痛跟遺憾你知道嗎 你們這個婚姻結束的這幾年 妳的前夫有回來看過小孩嗎 說來很奇怪喔 我從跟他 像你們例如說 離婚以後還是朋友 沒有 我跟他其實 沒有 我跟他離婚不是朋友 真的 現在才有 我跟他離婚的時候 就是不是朋友 我沒有說妳說謊 對啊 OK啊 那妳這樣什麼意思又沒有到啦 我沒有嘛 我就在聽熊學講話 我跟他是仇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我最不希望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們完全沒來往嗎 不但沒有來 現在開始為了小的有一點通電話 你知道那時候 當我們決定 就是說我們兩個要離婚 後來他有回來求我 就在美國 他後來回來求我 他求我的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跟他說 小孩子對你的反應是這樣 他嚇到了 他可能他的心裡覺得說 我跟他離婚 那小孩子對他不會怎麼樣 可是當他知道兩個小孩對他這樣的反應 砸東西啊 把他照片砸掉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嚇到了 他覺得他跟我離婚 小孩子也不要跟他 不要他 他也沒了 他就回過頭來求我 而且開了一些很好的條件給我 什麼一年要給我五百萬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希望什麼呢 就不要理啊 他私底下就一直問我 媽 妳要離婚喔 妳要不要離婚 他一直希望我離婚 我大兒子是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恨了 已經恨了 他會覺得說 你這樣才跟他在一起 你太委屈了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大兒子是這種反應 看完回來 到了台灣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情緒其實不是很好 他就在車上就講了一句話 讓我真正決定 不要跟他在一起 就是說 他說以後你跟我去大陸 如果你都是這張臉 這樣子好像不高興 憂鬱症你去死吧 就是因為他講了這句話 這句話 好過分喔 真的很過分 好過分 因為我為什麼憂鬱症 是因為他去了大陸 經濟狀況不好 我擔心了 我會覺得他都失敗了 然後他憂鬱症 他很悶 我安慰他 叫他不要擔心 可是當你去到大陸 你好了以後 你現在回過頭來跟我講說 我憂鬱症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幫過我 他跟我講什麼 哎呀你每天在家裡當少奶奶 沒事幹你才會得憂鬱症 像我們每天這樣忙 怎麼會憂鬱症 在我憂鬱症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幫過我 安撫過我 最後跟我講一句話 你去死吧 我的老公已經跟我講這種話了 那是不應該在一起了 不可能 該理 我覺得夠狠 但是我也要感謝 其實我現在回過頭來 我要感謝他對我這麼狠 因為他沒有對我這麼狠的話 我自己 你可能下不了決定 我跟他缺不掉 可是男生跟我們女生不一樣 我們把照顧他們 當成是一種幸福跟喜悅 他一定說 小便 進去 不會啦 不會 肚子餓了就對了 你這件事情我是例外的 你問他 真的嗎 不會 不會 真的 在這一點 他會照顧嗎 因為他很愛跟他兒子在一起 其實我還比較 我比較沒有耐心跟小孩子玩 真的啊 我會負責照顧 然後鹽 一定要吃什麼 不能做什麼 那玩的部分比較好 那玩的部分他會 是啊 會跟孩子這樣 是滿好的 對 搭配得滿好的 我會不會 看別人 會不會 我會否生 我會錯事 我會不會 看別人 快點 我會不會